李光耀为什么敢带领新加坡从马来西亚独立? 这是马来西亚华人工会会长陈修信一直无法理解的问题。 在陈修信看来,华人在东南亚势单力薄,势必要臣服于异族的统治,而李光耀却不够现实,不能像他一样接受马来人的特权,从而让自己能继续留在马来西亚。 马来西亚外交部常务秘书本沙菲义预言道,在经历了几年的孤立五元后,新加坡就要陷入严重的困境,并将丁身下气道,祈求再回到马来西亚。 而陈修信的预言则是,新加坡不可能成为贫困沙漠中唯一的繁荣欲洲。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分离,可以看成是一个以华人为主的国家,和一个以马来人为主的国家的分离。 华人与马来人的矛盾,贯穿了新马分家的整个过程。 因此,我们还得先从很久以前,华人与马来人的历史恩怨讲起。 马来人一直认为自己是马来亚这片土地的主人,是大地之子,是土著。 因此,相比于后来的华人,他们应该有更高的地位。 但其实,马来人也不是第一个抵达马来半岛的种族,他们也是移民过来的。 在马来人之前,这个半岛上,就有遇寻原住民。 马来人来了之后,在以原住民的竞争中取得了上风。 到今天,原住民已经所剩不多了,只占到了马来下总人口的0.7%,而后来的马来人则成了马来半岛上人数最多的民族。 不过马来人说的倒有一点是对的,他们的确比华人要来得更早。 在华人来到之前,马来人就在这片土地上建立起了文明和国家。 那华人又是怎么来的呢? 在古代,中国长期占据着亚洲第一大国的位置,并建立了以资深为核心的朝贡体系。 而马来人历史上最辉煌的国家,马六甲王国,也是这个朝贡体系中的一员。 马六甲王国,自始至终,都承认明朝的宗主国地位。 多位国王曾亲自来华朝贡。 中国也以宗主国的身份,帮马六甲王国,遏制国贤卢、安南对其的侵犯。 马来半岛上的其他国家,比如彭昏和吉兰丹,也曾来华朝贡。 用宁夏大学民族史教授孙真玉的话来说,马来寻导诸国历史上,向中国派遣朝贡使团的事情,乃是实不绝书。 而志荣政治上的紧密联系,也造就了两地在经济上的紧密联系,和人员的频繁往来。 马来寻导诸国,既是古代中国的直接贸易对象,也是中国与印度、阿拉伯地区海洋贸易的中间人。 来到马来半岛上的第一批华人,主要就是商人。 他们既与马来人互通有无,也对马来半岛的开发,贡献良多。 后来的英国海峡直迷地总督瑞天贤写道,早在西方人,发现到马来半岛的航线以前,中国人就已经在这里,开矿经商了。 中国人是马来亚矿业的拓荒者,中国人还承包了许多土木建筑工程。 该政府建筑,修建了许多公路、桥梁、铁路、河道。 他们在欧洲人尚在犹豫,未敢在马来亚进行投资时,早已把他们的全部资金投入到马来亚。 到了近代,中国衰落,英国人开始对马来亚进行殖民统治时,这里的华人也和马来能一起受苦。 除了主动来经商的华人,还有许多华人都是被英国殖民政府吞蒙拐骗来的。 在资本主义全修扩张的时期,英国殖民者急需大量廉价的劳动力。 他们看上了数量庞大,尸苦耐劳的华人。 而路后的清政府,根本无力保护自己的人民。 在不平等的北京条约中,专门有一条,就是强调清政府不能阻挠华人去英国殖民地做工。 只要英国人能拿出和这个华人签令的契约。 时任美国驻华公使田贝评价道,这就是一个取得廉价劳动力的条约。 自此以后,英国资本家便用这些不平等条约作为呼声符,千方百计的诱管,掠范中国劳动力到马来亚做工。 这些可怜的华人被称作苦力、住宰。 他们与英国资本家订立的契约,本身就是一纸骗局。 虽然写明了工作地点、年限、工资数,但招募者基本不会履行。 对华人来说,这契约就是卖生气。 签约后的华人完全丧失人身自由,被迫做起了殖民地最危险的工作。 就连身为英国殖民者的瑞天贤也承认,英人出经营马来半岛时,着手建筑铁路及其他公共工程,皆成于华人之手。 至于开矿事业,完全是华人充当开路先锋,深入蛮荒、开辟丛林,冒进一切危险,取得巨大成功。 他们的生命长造牺牲。 当时华人的死亡率有多高呢? 1910到1920的这十年中,华工的平均死亡率达到了20%,比同一时期、同一地区的当地居民高了7倍,比当地欧洲人高了23到30倍。 而每年光是抵达新加坡的华人就有十余万,其中70%都是这种苦力、诸宰。 除了被殖民者骗来的,还有许多华人是为了躲避战乱、天灾和饥荒。 他们鼓起勇气,出海远洋,到南洋来讨生活。 当时的马来半岛上,人口密度并不大,资源也很丰富。 华人和马来人也不是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,反而都是被英国殖民者压迫的受害者。 因此两者的矛盾并不明显。 但两个民族在长期生活中,还是留下了一个大的隐患。 那就是经济地位上的差距。 后来的华人,竟然比自视为土著的马来人,都要更富裕一些。 这背后的原因有很多。 首先是中华文明,本来就要更发达一些。 不然马来人的古王,也不会像明朝皇帝,称臣,朝贡劳。 华人是带着各种各样新进的知识技术来到马来亚的。 他们在竞争中,天然处于优势。 比如,是华人在威尔兹利省,开创了糖料作物的种植。 令后来的欧洲人,都大受启发。 在开采地下七米,以及更深的锡矿时,马来人的方法,都不怎么有效。 但华人就想了到办法。 其次,是谋生方式的不同。 马来人先来,先占据了大片耕地。 他们更倾向于从事稳定,没有太多风险的农业。 而华人大多来自于中国沿海的福建、广东一带。 他们富有商业冒险精神。 他们不惧危险,远渡重阳抵达马来亚,就是这种精神的证明。 华人在马来亚,先天也没有耕地。 因此他们倾向于从事风险更高,但利润也更高的商业。 相比于马来人,华人也更擅长以宗族、同乡、方言等为纽带,结成商业组织。 华人对教育也更重视一些。 他们自己就主动出资建设了大量学校。 而马来人的入学率却很低,以至于官办学校都会倒闭。 这是因为马来人更想让孩子帮助父母在庭兼劳动。 相比于读写和算术,他们也更想让孩子学习古兰经。 这种种原因最终导致两个民族的经济地位出现了明显差异。 华人的财富很容易让马来人感到不平衡。 尤其是当马来人认为自己才是这片土地的主人的时候。 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加深了这种情绪,而1941年日本人的到来,更是将马华两族的关系推向了一个无敌的深渊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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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